一声催响 玻璃相框掉在地上 直接摔碎 那是崔向东和母亲的唯一合影 崔向东顿时勃然大怒 抬脚就狠狠地坐在了娄小刚的肚子上 向东 你这是干啥呢 废物东西 敢打我儿子 我和你拼了 崔向东用一记响亮的耳光 回答了前岳母的问题 娄家娘仨 全都呆愣当场 再敢逼逼什么 我连你也走 我是娄小刚 你是谁啊 我是赵剑 你姐姐在不在 告诉她 刚才我爸告诉我说 她的阵长辈子基本本了 不过 不过什么 两件事 第一 等你姐成为阵长后 马上和我结婚 第二 我要她现在就打压碎向东 妈呢 她一个阵农记站的破技术员 也敢打我 没问题 姐夫 您就放心 我姐保证 帮您把那个废物给收拾得服服帖帖 让她自己滚出彩虹阵 可得请您忙在亲家大伯那边多多美言几句 千万别让到手的鸭子给飞了 嘿嘿 哈哈 当然没问题 我现在和张书记在一起 皆是张书记会帮你姐一起收拾那个废物的 站在那儿的娄小雅 此时瞬间清醒了过来 张书记 彩虹阵的党委书记张良华 而张良华的老领导就是赵健的父亲 她当要冲楼小方发 却见崔向东面无表情的快步出门 我呸 小雅你好好琢磨下 最好是想个法子 把那个废物直接踢出公干队伍 让他去采缝任机 对 最好是采冒烟那种 我可以安排村东的王寡妇 找机会和那个废物睡一觉 然后我们 闭嘴 出去 快点给我滚出去 四日上午 两人办了离婚证 快步走出了宪明证局 向 崔向东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见崔向东不说话 娄小雅快步走向车子 你来 我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我们已经是陌路人 我和你 还有什么好聊的 崔向东吃笑了声 却想知道这个女人 究竟想和自己说什么 抬脚灯了上去 崔向东 你赶紧找关系 调离云湖县吧 要不然 赵健绝不会放过你的 怎么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 就不走 我倒要看看 你那个拼头 会怎么收拾我 你 在云湖县 有赵健对付你 在彩虹镇 张阳华也会给你穿小鞋的 你留在这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巧了 我还就是喜欢吃烂果子 如果我不喜欢吃烂果子 两年前 我怎么会来到彩虹镇 烂果子 他这是在暗示 我是个烂货 崔向东 对不起 娄甫 你太客气了 没事了吧 没事 我先走了 崔向东说着 就准备起身 娄小雅却抬手拦住了他 你走之前 再 再来一次吧 你想怎么折磨我 就怎么折磨我 就像我们看的电影里那样 王雪原来的 用鞋笔车 都行 啊 这算是离婚号吗 楼复镇 你还真以为我特喜欢吃烂果子呢 崔向东 我现在还没走 哼 时来的申请 比早都清洁 崔向东离开小旅店后 直接去市里找了舅舅苏百川 第二天一早 还匆忙回到彩虹镇 刚到农记站 就被叫到了站长办公室内 等待他的 还有两位宁警 崔向东同志 昨晚财务室门锁被撬开 铁柜子里的一万块钱不见 是不是你干的